谢霆锋带着16岁的大儿子谢震轩,Lukas,在澳洲墨尔本滑雪 最近不少网友在当地偶遇他们父子 以谢霆锋的知名度 即使他带着遮挡岩石的滑雪装备,滑雪镜跟头盔 依旧被网友认出来 据悉,甚至有粉丝为了能够跟谢霆锋坐同一趟缆车 冲出等候区,摔到了缆车底下 导致缆车暂时停运 谢霆锋为了不影响其他滑雪人士 不得不躲起来,让儿子一个人留在滑雪场 看到父亲那么受欢迎 相信Lukas内心一定非常骄傲 他的母亲跟父亲都是一线明星 无论去到哪里,如何乔装打扮 都会被路人包围 这就是当红艺人的魅力 谢霆锋与Lukas刚到墨尔本的时候 就已经被不少人认出来 霆锋自曝到当地滑雪 当时就有网友猜测他要亲自教儿子滑雪 事实果然如此 这几天 网友看到的画面几乎都是这样 父子俩形影不离 谢霆锋放弃了高级滑道 陪着初学的儿子慢慢练习单板前任推波 谢霆锋有运动天赋 儿子Lukas也不弱 后者只学了几天 就能够模仿父亲耍帅 摸雪滑行 粉丝给谢霆锋送礼物 Lukas很快学会了滑雪 外界看到谢霆锋陪伴长子 不禁想到他的小儿子谢震南 Quintus 不用猜 Quintus肯定是跟着妈妈张柏芝 那问题来了 张柏芝人在何处 7月21日 吃瓜群众找到了答案 原来张柏芝跟谢霆锋一样 都飞到澳洲游玩 有网友在澳洲偶遇博之 并定位布里斯班 谢霆锋陪着长子到墨尔本滑雪 与前妻张柏芝有一定距离 从布里斯班到墨尔本 距离有1784公里 开车需要20多个小时 不过乘搭飞机只需要2到3小时 说近不近 说远也不远 张柏芝的粉丝在留言区表示 他在6月13日就预告过 要安排三个儿子出去度假 就在出发前往澳洲的前几天 张柏芝对粉丝透露 自己要去旅游 如此看来 或许澳洲是张柏芝提早策划的旅游地点 而谢霆锋作为孩子父亲 给予了配合 可以肯定的是 二人私下曾商量过行程 现阶段 暂时还不清楚谢霆锋跟张柏芝会不会见面 不过既然全家都在澳洲 霆锋不可能不见小儿子Quintus一面吧 外界猜测 谢霆锋与张柏芝近年关系不错 两人始终是孩子的父母 他们无论是私下联系或者保持见面 都在正常不过了 也有吃瓜群众表示 期待谢霆锋与张柏芝复合 这是典型的八卦心态 甚至有人留言 指风之是去澳洲度蜜月 想象力非常丰富 这令人联想到 在谢霆锋飞到澳洲之前 突然传出与王菲分手的消息 当时霆锋罕见的维护女友 怒斥造谣媒体 别久不久拿我们两个来搞 行不行 走开 当时谢霆锋高调表示 他与王菲关系非常好 没有分手 难道他早就预见会被网友猜测 跟张柏芝复合 所以提早给大家打预防针 表明与王菲感情稳定 如果猜测属实 谢霆锋还挺重视王菲 他主动澄清谣言 就像害怕女友胡思乱想一样 不过 王菲应该不会对谢霆锋 与张柏芝的关系有所质疑 他自己也跟前夫李亚彭 保持良好互动 二人为了李嫣多次同框 不是照样清清白白 谢霆锋陪伴长子滑雪之前 王菲曾带着李嫣飞到法国旅游 同行的还有其男助理 当时霆锋没有异议 这次轮到他一家团聚 相信王菲也能够包容 理解 前段时间张柏芝 谢霆锋 王菲三人感情知识闹得沸沸扬扬 张柏芝时隔多年 也终于找到自己的归宿 被暴雨 内地向华强 孙东海领阵 而谢霆锋与王菲纷纷和和 至今感情还是十分曲折 7月21日 有网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帐号上更新了一则动态 称自己在澳洲偶遇了张柏芝 并晒出自己与张柏芝的合照 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柏芝活力满满 身穿着粉色长袖与牛仔裤 两条腿就像筷子一样 又直又细 一身穿搭随意又减零 开心与网友比叶合照 此动态一出 就引起了网友热议 张柏芝赴澳洲一见谢霆锋 原来在前段时间 谢霆锋与张柏芝的大儿子谢震轩被网友偶遇澳洲度假 而张柏芝此次奔赴澳洲 就被网友怀疑张柏芝是不是去与谢霆锋见面 原来早在之前就有网友在澳洲偶遇 谢霆锋与张子谢震轩在澳洲某地滑雪 在网友的社交平台中 称谢霆锋本人十分接地气 并不排斥与粉丝进行合照 谢霆锋在滑雪场教儿子谢震轩如何去滑雪 儿子也是神情十分认真 两人交谈甚欢 父子二人更像是朋友 场面十分温馨 前夫长子同游和解 网传早在之前 谢霆锋并不喜欢与张柏芝所生的孩子 许是因为与谢女友王妃恋爱后 为了避嫌 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顾 但是如今与儿子一同出游 四世打破谣言 不少网友纷纷喊话张柏芝 你前夫与长子都和解 那么你们还能复婚吗 还有一些人纷纷表示 是不是谢霆锋为了谢贤遗产而刻意讨好长子 之前有媒体爆料谢霆锋的父亲谢贤把自己遗产的大部分都给了两个孙子 而他的儿子谢霆锋并未得到多少 但是这种话很很快遭到了网友的反驳 在前两天谢霆锋被传出让自己的十亿遗产全部留给自己与张柏芝两个儿子 而对于现任女友王妃却是分毫未得 许多网友对于谢霆锋遗产的分配纷纷叫好 说谢霆锋终于想明白了 新欢分手后报复砍人 许多网友一边在追忆风之恋 是有些人也没有忘记张柏之前两天刚刚与新欢孙东海领证 网友不禁为谢霆锋安全担心起来 因为孙东海之前与女星李小冉谈恋爱期间 控制欲十分强 轻则言语侮辱李小冉与他的父母 重则打骂女友 在李小冉与孙东海强制分手后 又谈了一段恋爱 孙东海知道之后 为报复李小冉在停车场砍人 受害者就是李小冉的新男友 听闻此事 许多网友都为谢霆锋捏了把汗 纷纷表示让他快跑 其实谢霆锋与张柏芝如今的状态刚刚好 二人各自都有了自己新的家庭 如今二人更是成为了朋友 这样不管对自己还是孩子 都是一种最好的结果 大家喜欢风之恋还是风飞恋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